我 豐田今日 新社長に佐藤康二が就任する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 掌舵日本風田汽車長達14年 集團有史以來最年輕社長風田張南 抛出人事震撼彈 宣布自己將在4月1日卸下社長職務 その内容を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の皆様に できるだけ早く正しくお伝えするために 急遽こうした場を設定いたしました 豐田張南為集團創辦神豐田喜一郎的孫子 身為第三代 陣内期間除了催生出多款巨R運動化車型外 2010年深陷品質控管風暴 親自赴美國國會致歉 跟帶領豐田汽車度過311大地震後的供應鏈混亂局面 豐田張南本身更是一名狂熱賽車迷 過去也曾參加賽車比賽 如今集團大換血 新鎮接班人也引起關注 私はエンジニアで長く車作りに携わ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車を作ることが大好きです 現年53歲的佐藤恆志是Lexus 總裁 1992年加入豐田汽車 一路從基層往上爬 靠著愛車年輕以及深安豐田造車哲學 被選為新社長 最後一年我們宣布了新營運動化計劃 然而豐田汽車卻遭批評 發展電動車市場速度太慢 加上去年在美國的市站龍頭被福特超越 豐田汽車迎來新人新氣象 昭浪時機正值汽車產業面臨巨大變動 行政社長如何擦亮老字號招牌 也成為最大挑戰 三連新聞這段報道